大家好我是丹丹 大家好我是丹丹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丹丹 歡迎回到遊戲王 Master Duel的時間 那終於好久不見啦 改版之後呢 終於有一些新東西可以玩了 所以我們又回到了這個 Master Duel的牌組介紹 那首先呢 我們回歸的第一套套牌 要來介紹的就是 我在白金分段打出一個 14連勝成績的 十散鳳凰大賽鳳凰雞的套牌 雖然是閃刀雞啦 可是畢竟我們投入了這個鳳凰 我自己都叫他鳳凰雞 那這個閃刀 鳳凰閃刀呢 我自己覺得是 蠻契合這個環境的一套牌 尤其是鳳凰小澤加入 非常非常 這個契合閃刀雞這套牌組 所以呢 在這邊特別做一支這個 鳳凰雞的影片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那因為閃刀套牌在之前的影片 有介紹過兩支了 所以大家應該對於閃刀的相關系統 以及卡片 不陌生了 所以我們這一支呢 就簡短一點 把一些大家不認識的單卡 或者是之前沒有介紹過的單卡 趕快的快速介紹 讓大家認識一下就好了 那首先呢 我們的構築內容呢 帶上三張的笑分 畢竟我們是一個閃刀雞 笑分牆 所以我們帶三笑 三狙跟三灰 然後呢 我們帶上一張幽鬼兔 幽鬼兔的話 這張牌可能是 MD目前比較陌生嗎 因為史卡這張目前是很夯的啦 那稍微提一下 張牌的效果 每一個回合只能夠使用一次 那場上的這張怪獸 場上的怪獸發動效果時 或者是已經表測存在的魔法陷阱 發動效果時 手牌跟場上的這張卡片 獸木可以發動 該卡會破壞 他只有破壞這個卡片而已 他不會有這個無效 這邊稍微記一下 那在這個MD的環境來說 比較多的時候 可能去炸現在少有的這個元素的場地 元素場地發效果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把它炸掉 那後續的就不會出力了 所以我自己是帶一張啦 那他畢竟還是一個Tune 可以讓我們去做水星技巧 在MD環境來說 他目前可能沒有像史卡這麼厲害 但他在未來會漸漸的變得更厲害 等遊子系統等等之類出來之後 這張牌的使用程度會大大提升 所以大家可以先熟悉這張牌 好 那接著呢 是我們鳳凰小子的主件 第一張是這個D Hero神聖小子 那這張牌呢 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被拿來當融合素材的 通常會發的效果是這第二條 自己的手牌是0張的時候 自己目的的這張卡片 跟D Hero怪獸一體除外發動 可以從牌組抽兩張牌 那他獸木的那個回合是不能發動的 這邊稍微提一下 那這牌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補充資源 就即使我們第一回合眼乾之後 下一回合輪到我們 我們也可以做這個目的雙移除 移除之後去補兩張的資源 非常非常強大 所以我們選用了這個神聖小子 然後再來是充斥小子 充斥小子的話 當你這個抽到怪獸 他在目的裡抽到怪獸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把那隻怪獸特招 假設我今天抽到隕石 他是怪獸我可以選擇要不要特招 我抽到幽鬼兔 他是怪獸可不可以把他選擇特招 那這個效果偶爾用到 大部分是用這個神聖小子的雙移除做抽牌 大概是這樣 那接著呢 還有兩張的這個祕密融合 祕密融合的話 把這兩張神聖小子跟充斥小子去做這個 壽木 壽木之後我們可以去跳 鳳凰小子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爛掉了 應該很熟了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套路combo 那接著這套牌組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掛上了兩張的這個召喚限制王 那這張牌的效果呢 這張牌在場上存在的時候 互相的玩家都只能一個回合合計召喚兩次 召喚反轉召喚或者是特殊召喚 只要這張牌在場上你就會被卡你的任何的召喚 非常非常麻煩那先攻演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訂一個這個 然後讓對手去不舒服 因為現在畢竟MD的環境封帶的還是沒有這麼多 所以你能夠在先攻演完 然後開一個這個召喚限制王 給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這個時候有人就會反應說 可是這樣子回到我自己不是也卡到我了嗎 因為我們可能會變風閃變水閃變火閃什麼的 召喚次數會超過兩次 但因為我們有機關以及這個空域 有這兩個東西我們是可以去把這個召喚限制王給點掉 所以我們並不會被召喚限制王給太大的影響到我們這邊的發揮 那在史卡部分呢 現在環境來說我自己是帶滿這個召喚限制王 那到MD我就帶個兩張 有機會用到就好了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啦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在MD的環境來說 這召喚限制王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大家都演這個瘋狂角色就一動了 然後你自己本家展開 通常還需要兩動以上 所以很容易卡到對手 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邊大家可以嘗試投入看看 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先攻紅坑牌啦 那接著我們額外的部分呢 帶上一張的鳳凰小子 那鳳凰小子這張牌呢 相信有參加這個慈善大會的 應該不陌生啦 但我們還是來介紹一下它的能力喔 那首先呢 它第一個能力 對手的 對手怪獸的攻擊力 會依照自己目的的Hero數量卡降200點 那我們目的只會有神聖小子跟衝石小子 所以基本上是降400 然後呢第二個效果 自己跟對手的回合可以發動 自己場上的一張卡選擇 跟對手的一張卡選擇做破壞 那這個效果呢 是一個非指定炸 因為它是自己跟對手的回合發動 它先喊發動 然後效果出移的時候 你才會去選炸牌 所以它是一個非指定的炸牌 這也是它強的地方 那第三個 這張牌被戰鬥破壞 或者是效果破壞的場合可以發動 現在是自己的準備階段 會從自己的目的 將一張低Hero怪獸選擇特殊召喚 那基本上就是跳自己回來 所以它可以不斷的去跳跳跳跳跳 那這個環境呢 來說就是比較怕目指 但目指本來就是有嘛 那打應對這鳳凰小子就是 你的目指丟的好不好 或者是有些人去投入滴滴烏鴉 那像這個閃刀機的話 打到對手有這個鳳凰小子的時候 我們也有鯊魚炮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我自己覺得閃刀機是一個很契合這張牌 然後也很適合去應對鳳凰小子的一套牌組喔 那這個效果大家就記得 非常非常強力的一張單卡 那接著我們還有做出這個補石之物 那補石之物的話可以做這個融合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造型條件 是效果怪獸兩體 那這套牌組的效果怪獸兩體 很多時候很簡單 先攻就是01通招 通招01發動手牌羅傑效果 特招羅傑 我們場上就有兩隻效果怪獸 然後就補石之物我要來了 這非常簡單的combo 當你手上有任意一張的時候 然後你的增援或是啟動在手 就可以考慮去抓另外一張 然後來做到雙效果怪獸 然後補石之物補石之物堆這個 命運融合然後開始變 那有的人也因為這個套路 有在把羅傑帶到兩張甚至是三張 但我自己覺得是還好 那你想要帶兩張我覺得沒問題 三張我可能覺得有一點點多了 好不好有一點點多了 那這個部分就自己去做調整 那大概加入的新卡是這樣子 那玩起來實戰上面呢 會跟原本的閃道機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啦 那教學的部分應該也不用太多做教學 我們就直接進我們的實戰片段 來看一下這一套鳳凰雞應該要怎麼運作 Let's go 那我們這邊進我們的實戰喔 來看一下我們的手牌 我們的手牌 想一下 那我們這邊秀一波操作好了 雖然我平常不會這樣打 但我們這邊秀一波操作 來這邊啟動 完了 對手是有 對手是會思考的 那可能 喔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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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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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大賽 然後還不那個對不對 對不起自己 來慈善大賽 來 G喔 G喔 這邊有連鎖二術 這邊連鎖二術去躲 躲對手抽一張 這邊連鎖火產出來 所以剛剛應該是G 剛剛那個 啟動那邊我猜是G 那這邊發效果 把啟動抓上來 不是欸 等一下 他丟這個G我就不想做了 我原本 先講一下我原本想幹嘛 我原本想要啟動 然後撿 羅傑 然後這邊再變一個 任何一個閃道 然後羅傑發效果跳下去 然後捕食植物 捕食植物 捕食植物鳳凰小子 可是發現不對 這樣他G會抽遠太多張欸 好像不能這樣打欸 這邊給他一張就好了 給他一張 算算算算算 當我們也說到 我們也說到 我們先乖乖的 先乖乖的 乖乖的乖乖的 要換一張牌啦 腳虧 有效分是不是 這手牌 不過我們手牌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 四顆還不錯 四顆應該 我在想四顆應該夠 我這邊打攤一點 抓 讓那個 水閃抓個啟動 雙啟動 雙啟動 下一層雙啟動 過了 那下一層有雙啟動 還不錯 雙啟動的話 我們下一層就可以打得很奔放 對手過一張G 不確定是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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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把我01插掉 好啊給你插 我也只能給他插 嗯 五張對五張 哇 泡影 可是你泡影我要幹嘛 你也泡啊 不知道你泡 你泡我要幹嘛 我也不會降你攻擊啊 泡我要幹嘛 不懂 啊他是不是以為 啊他是不是以為 手卡發那個啊 會 會對到這一個啊 這邊G 因為他剛剛丟這裡 他是不是以為會對到這一個泡影 不是吧大哥 怎麼了 都快賺死了 怎麼還有這種 這邊G 抽一 喔01又上手 可以 然後墓地的 墓地的基特發酵果 可以做埋牌 那可能是 十二 呃 鳳凰十二鐵吧 以現在環境來說 高機率是鳳凰十二鐵 那他這邊等一下會發酵果 然後我們可以泡影他 然後下 他還有一個通招點 可能人馬 或什麼的 人馬下來通招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效粉 基本上這邊吃了 他目的下幾張 一二兩張 兩張的話 塗花 或者是 會計 可能會計好一點 會計 應該可能做會計好一點 不確定他手牌另外兩張是什麼 做會計拿個抗戰穩個資源 也還行 打個 效果 兩張 唉 唉 基本上記得喔 打鐵獸的時候 一定要等他目的移除的時候再發 因為那移除是代價 所以 你可以等他移除完再發那種無效系的去無效他 不要他一下就無效他了 這樣他目的的資源還是在 不過他這樣沒目的了 所以就算他人馬怪下來也沒辦法發效果 那可能 我猜可能會做 人馬怪下來 然後 L2 塗花 塗花發效果之類的 好 對面沒救了 這邊無效掉鐵獸就非常舒服喔 那我們看完這把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把 看有沒有機會看到這個鳳凰小子的片段給大家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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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幹嘛 欸 欸 喔喔 這輩子還沒有玩過這張怪 啊 不對 我這回合不能那個對不對 啊 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 哎呀 算了算了 等一下 等一下在那個就好 哎呀 沒事沒事 這輩子第一次玩這張牌 哎呀 等一下 嗯 哎呀 少了一張牌 哎呀 啊為什麼我把把都有 召喚先知王 真希望我那天打比賽把把都有召喚先知王 媽的咧 幹嘛 是喔 史卡想加入也很難耶 那個時候 欸是這一張還是這一張 有一張 要一千塊是不是 是嗎 欸哪一張啊 還是還是兩張加起來一千塊 我就有一張要快一千塊吧 我忘記哪一張了 好像被炒到一千塊 我忘記哪一張了 媽的史卡那時候想加也加不了 直接先退再說 完了 完了 正邊這個 攻擊表冊 那張我是不是要 不用 這張牌被戰效破的時候也可以發動 所以 所以 被 被閃電風暴我一樣可以 我一樣可以 我一樣可以發動 好沒事 好沒事 哎呦 閃電風暴怎麼又有畫面 哎呦 哎呦 開女人效果就好 開女人效果要幹嘛 開女人效果 一樣進場一樣被炸 啊我就是女人跳回來 女人跳回來我就沒有二數變了 不是一樣嗎 啊當然 結果論他這邊沒 這什麼效果 一回而一次 啊這什麼效果 場上一體怪獸 這 此卡在墓地 自己抽來階段 此卡是怪獸場 白日子卻特殊召喚 好 你好啊旅行者 又回來囉 可以抽兩張什麼意思 趕快發動 落袍 對吧是這樣玩的吧 是嗎 落袍 哈哈哈哈哈哈 白痴卡 哈哈 手上沒牌可以用神聖小子補牌 自己手牌是領的時候把這張櫥外發動 自己這個 蛤 這什麼幹卡 所以我剛剛應該要特 所以我剛剛應該要用 衝刺小子的效果把這張跳下來 然後 哦 哦 完全沒有玩過這個年代 哦 哦 那我這邊還是要抽對吧 反正我這張這場上也可以 他真的要幹嘛 我也可以解放自己 發效果 炸掉 對嘛 這應該還是要做這件事吧 哦 原來是這樣玩這遊戲嗎 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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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好啊 鳳凰小子 欸你好 欸 好好玩 這到底是什麼白痴遊戲 欸好好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幹他媽 對不對 難怪那時候我會直接退坑 操 想起來了 又想起來了 又想起來了 哦 又想起來了 唉 真的是白痴耶 這什麼東西 黑暗子蓋啊 這張牌就是這張場合不用可以特殊招晃 吃咖啡解放 才能 這張有需要捕食植物嗎 要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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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旅行者 又跳回來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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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閃刀機好特別 你是說為什麼有隻鳳凰小子在那邊跳來跳去,然後閃到魔法都開不了的部分嗎? 哈哈 幹勒 你好啊,欸 現金卡不能開,你好啊,下一站再跳回來 再打2500,欸嘿 欸 故障,真是怪人,你不用跟我拍誰啊,你要跟的是那個人拍誰,還好我看到,我把他解ban 還好我剛好起來上廁所尿尿關心一下大家 剛好看到,沒事啦小事啦,他應該不在意啦 幹,這遊戲真好玩欸 怎麼可以這麼好玩 怎麼可以這麼好玩 還是我們直接把閃刀拔了 這遊戲怎麼這麼好玩 哼 哼 沒辦法玩這遊戲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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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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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我有蟑螂 通招惡心蟑螂 那張 規則特招 雷精靈 撿一隻 欸撿 撿一張魔法 欸,規則特招 欸欸 還好 還好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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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我有無敵的蟑螂 幹的媽的,這到底什麼白癡遊戲